每一个男人都会有一个军营梦,手握钢枪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。 参军时,我们都会听过这样一句口号,一人当兵,全家光荣,那么,全家如何能光荣呢? 亲亲告诉你,军属光荣派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。 别看光荣派不大,却是军人家属的特有标志。 但是,光荣派是对千千万万个军人家庭新戏国防的包养,也是彰显千千万万名军属在背后默默奉献的闪亮名片。 那么,军属光荣派,应该挂在什么位置呢? 光荣派是军人和军属的荣誉,究竟挂在该哪? 要看军属们自己的意愿,可以挂在大门适当的位置,也可以摆放在客厅里。 但不管挂在什么位置,切记一定要保证醒目,协调,庄严,得体,说得更高大上一点,就是要挂出庄重,挂出水平,挂出自豪。 小小的光荣之家台匾,凝聚着国家对所有军人和军属的褒奖和鼓励,承载着退役军人的军属生涯和精神寄托,传承着中国军人的奉献精神,和对祖国的赤蛋中心。 因此,我们每一顾军属,都没有任何理由,不把这块分量重之有重的光荣之家台匾挂好。 不管是现役军人还是退役军人,都将会在2019年春节前,收到光荣之家台匾。 而这块金灿灿的光荣台匾,可以说是给军人和军属最好的新年礼物。 怎么样各位,你们将收到这个新年礼物了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